2023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阳线收盘 请看文娜的第一张图 这个走势我们提前画过 走到第一个高点 回落 然后再到另一个高点 但这个高点要比我们画的要高 位置要高 这个跟回落的幅度小也有关系 跟回落的幅度小也有关系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仍然是属于ABC的B 还没有脱离ABC的B的这个市场的走势 一浪是这啊 看这个线段 一浪是到这 然后二 也就是A 然后B 这个B对比A的线段的长度呢 还是比较小 还是比较小 从浪行上来看呢 B的代率仍然是大代理 注意啊 过趋势不代表B的代率就会降低 稍等 好再说一遍啊 过趋势不代表一定是否定B的 浪行可能ABC仍然是大代理 但是过趋势 我们得尊重趋势 将来 左ABC再说将来的 好吧 所以呢 就是今天 假如说今天过趋势 今天是要加仓的 加多少 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所以当时没有数 就是因为 出现 怕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最终 它是没有过趋势的 到收盘的时候 没有过趋势 最终 它没有过趋势 那如果没有过趋势的话 我们说过趋势 我们需要加仓 很多人就直接就对吧 就吃先假了 到最后的时候呢 没药 所以等 我们一定会等最终的确认的时候 你像如果到14点50的时候 还不确定过不过趋势 它今天就没有操作 就直接听到明天 收盘 收完盘之后 我们云课再过去想想 今天呢 没有过趋势 所以呢 明显也不会讲这个事 也不会讲这个事 好吧 但是呢 过去是会加仓 具体加到 呃 多少 明天根据实际情况再说 好 看60分钟 60分钟序列高八 60分钟序列高八 这个之前咱们也讲啊 ABC 第一波上涨了差不多10 10多个周期 明天其实60分钟也是10多个周期啊 那高九呢 是明天上午的第一个小时 10点30 10点30 不用猜了 到时候我会说的 不用猜 然后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不要猜了 猜了干嘛 到时候我会说的 没有必要 另外呢 就是说 呃 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上涨指数 这一波还是较强的吧 去年其实上涨指数 从年限的角度来讲 是最强的 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其他指数走势也不一 现在指数之间 现在链也不够好 我们来看呢 就ABC的走势还仍然是较大 但是过趋势会加仓 不会加的特别重 过趋势会加仓 不会加的特别重 因为它不是过两趋势 它不是过双趋势 不一样 大家看这个 这个长期趋势在这呢 短期趋势在这 对不对 它明天过最多 也就是过个短期趋势 长期趋势不一定过的 那过个短期趋势 长期趋势没过呢 对不对 那不一定 这个加的很多的 上次呢 是过两趋势 过双趋势 对吧 跟这次不一样 过双趋势 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好吧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咱们上周还说 是吧 我说这里 如果能给个 带结构的地点 就完美了 基本上就完美 这会下跌的时间 是13天 是吧 是13天 13天 第一波 第一波 这比前面的周期数的 对称性是不够的 那么到今天是19天 19天 19天 假如说 后面还有13天的加别 这中间就是6 13天 就是32天 对吧 32天 那么 32天 那么如果它是不对称的 26 28 30 基本上就是26到30 那么如果它是不对称的 30天的话 后面就是11天 如果明天继续上升 这个是20天 后面就变成10天 就是这样 所以13那个数字 肯定是有点短 有点短 有点小 现在目前是19 19对比前面 26 27 30 26 也是有点短的 所以主要 这个19 它不是高点到低点 高点是到中 中位置 所以这19 19的数字是不对的 我们只是说到现在位置 目前也是运行 是19 但是 它不是从高点到低点 是19的数 如果要是 比方说 大家看 假如说这个地方是下跌 到这 是19 那就很好了 你就不用管它26还是27了 搞买点 但是现在目前到19这个位置 它是高位 它不是低位 所以19这个数字 实际上就是不是 形成对称的位置 好吧 前两次过趋势成功率 这次再过趋势成功率 会比前两次高 对啊 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会比前两次高 但是你需要确定2.1 这里一定过趋势吗 明天有60分钟高久 往下走怎么办呢 接近趋势不是一定要过趋势 不是一定会过趋势的 过趋势 我们又加仓 难道不是印证了 会比前两次高吗 但你必须 你过两个趋势吧 对不对 你过一个趋势 不代表它 过短期趋势 跟过双趋势 才能一样吗 明天还要等收盘看 对 收盘决定一切 盘中的价格是不稳定的 不以盘中为准 比收盘为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过短加一点 过长再继续讲 大概率是 过短期趋势加一部分 过长期趋势再讲 大概率是 好吧 明天过趋势的量化标准 你们有做的吗 多少点过趋势 多少个点过趋势 3123 明天开始跌势 当那个姑娘了 不是说在非得跌势三天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说指向的日子 从30天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时间 26天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时间 今天有学员说 明天 今天涨了 明天 这个涨 我说 对吧 我说你能判断出 明天怎么走 我说你这挺厉害的 但是你判断的标准 不对啊 如果今天涨明天就涨的话 那明天涨后天是不是也涨 如果按照你的推理标准呢 那后天涨的大后天是不是也涨 如果后天 那不就一直涨下去了吗 标准是不对的 你可以说什么呢 在没有序列和结构的情况下 我们保持现有的判断 这可以 比方说我们现在判断是避浪反弹 ABC的避浪反弹 没有结构 没有序列 我们认为会延续避 这可以 这么判断可以 但是明天它有一个60分钟的高久 对吧 判断 60分钟最高分 上次是10 也不算是有啥太大的问题 上次是10 那么建议关注周期是60分钟 假如说没有这个 也没有序列 也没有结构 我们认为延续避的反弹 就是你不能判断避结束 你这么判断可以 但是你说今天涨了 明天也涨 这就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胡说八道 再一个呢 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线段了 这线段大家要重视一点 我再用 这个线段来画一下 线段第一步 是到这 反弹是到这 对吧 那你从这个线段的比例来看 并没有 大带里还是在ADC 并没有排除ADC 好吧 第二个呢 假如说这个地方是上次路期的 前面13天就有点短 13天就有点短 60小可以不记住 什么意思 60分钟其他小 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 当时反弹到第一波的时候吧 大家记不记得 我说这两天半有点短 下跌13天 反弹了两天半 是有点短的 下跌13天 现在反弹6天 时间上也不算长 对不对 这个不到50%啊 正常的反弹 从不让理论的角度来讲 0.618 0.618 现在是0.5都没到 所以我说他没有脱离 ADC的范畴 原因就在这了 原因就在这 集结效 分钟限60分钟 是最好的集结了 周期分数最高 其他的都没有 对吧 其他的区别都没有 就是这个 当时不说就反弹两分钱吗 谁说了 我没说 我一开始判断4天 对吧 我一开始判断的是4天 而且没说它一定是4天 我说先看4天 我可从来没说过两分钱 两分钱是有点短的 但这个地方如果是向下走 它反弹了两分钱向下走 就会有结构 好吧 目前来讲又结构的话 你就不确定是低点 但又不能排除ADC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目前来讲 最好的方式就是 继续看呗 走一步看一步 有没有可能 没有C直接上去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这种可能性还挺大的 还挺大的 反正上面有趋势保护的 过趋势的话 我们加仓呗 这种可能性 没问题 走这种可能性 能打电 来呗 超过10天4天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它就是4天 我说先看4天 因为当时跌了13天 我觉得日线级别的 序列的D9 所引发的反弹 不是一个短的反弹 对吧 包括第一波这个高点 也是60分钟 序列高9 我说 判定第一波的 反弹的第一个小高点的形成 不能排除反弹结束 是不是原话 是当时说的 然后往下走的时候 我还画了这个图 对不对 画了一个两个高点的反弹 我还画了那个图 但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第二波的高点 比第一波的 如果画的那个图要高 最高 那就高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有可能突破趋势 对吧 涉及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今天没有突破趋势 就是还好 如果今天突破趋势 就比较尴尬 大家想想 今天如果突破趋势 我们就需要加仓 从趋势的角度来感受 需要加仓 但是你刚一加仓 明天上午60分钟一高点 对吧 趋势值上的高点 序列的高点 那变成了什么 主级正向波的序列高点了 所以你还不能 不尊重趋势 所以说你正常来讲 还是应该加仓 但今天如果不突破趋势 反而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到明天上午 如果序列的高点好用 下午就不突破趋势了 如果序列的高点不好用 下午突破趋势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高点的对应性 那要比今天更简单 能理解的大一 所以如果今天突破趋势呢 这是别扭 加仓节对买 主要啊 别扭 不舒服 加仓节对买 但明天如果突破趋势的话 晚期附近是没有高点的 你就没有那么别扭 好吧 明天上午第一个周期 是60分钟序列高了 比方说再往后延一个周期 高10 明天中午 11点30分 正常来讲是10点30分 到下午如果再继续上涨 那就代表什么 60分钟的序列失效了 失效也代表没有序列 没有序列突破趋势的话 就比今天要简单 今天突破的时候 明天上午有一30分钟 明天上午时间30分钟 有一个60分钟的序列高9 然后你还不能卖 你还知道又是小高点 又是一个小高点 但是你还不能卖 对吧 它不存在耐出其数 这个高9跟上一个还不一样 上一个高9 它是在刺激逆向波里 就是趋势之下 趋势之下形成的高9 下降趋势里形成的高9 叫做刺激逆向波 当然明天如果不突破趋势的话 现在的高9也是刺激逆向波 不突破趋势的话 但距离趋势比较近 它是不是突破趋势 我们就不知道 就不好说 往下走的话 就今天高8形成高点 高8形成高点也是 符合序列特征的 符合序列特征的 8、9、10、3天都行 还有什么问题吗 通常不可取 新学 新学怎么来了好多新学 今天有新学是吧 算了气图开点的问 老师推个股 哪来的新学 这是从哪来的 认识人了吧 咱这么多年 接近20年 没推过个股 那就目前来 那就觉得我会推个股 这又一新学 新学通常是不可取的 通常是不可取 多少要买点进去 但买我也不会在明天上午买 明天上午60分钟去列高9 60分钟去高分 我才不会在明天上午买 等等 推荐个股的都是大骗子 不只是骗子 如果他只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推荐个股 咋说呢 就是特能也不信 这个股一定好 但是呢 他把这个推荐给你之后呢 是吧 他收费的啊 很多都是收费的 比较常见的是 2万9千块 今年 今年啊 然后呢 这个有 分析师每天来推荐个股 一般都会在早晨的9点30分之前 出台某一只个股 第一种呢 就是说没有这个能力 那分析师呢 自己都不信 呵呵呵 这是第一种 我们就是 是吧 最后联合着装监 主力 帮助其出货 你说你交的这个互联 对2万9千块 给你推股票 你买不买 不买你交的钱干啥 呵呵 所以呢 推荐股票呢 他们推荐股票 你得衡量一下 那么前两天我们也讲了 这个短线主力的股 和这个 这个操纵市场的那个股 都是什么样的 短线在高位的 你甭管谁推 你甭管你交不交钱 你也不能买 好吧 他推荐的位置 三个量的低位 谁也不挣钱 这种 那我觉得是不大 就是你还得防着 联合主力一起吐货 吐到你手里 你当了 这盘想 你还得防这个 这很复杂的 这个市场很复杂 然后大家就发现 是吧 配置 高中市场 是吧 这个这个盈利 一个两个人 一个盈利了 一万一万四 另一个盈利了两万二 不是 一万四 一亿四 这个人盈利了两万二 上市公司一年才多少钱利润呢 这俩人是吧 不到一年 每个人赚了有多亿 钱还不是很多 用配资吗 配资真是个大货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事的关键 就是取消配资 严查配资 定义配资 违法 该抓人抓人 把配资这个事 渠道里的消灭掉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人就算有两个亿 不需要配资 他也不敢做 他不敢 能理解吗 他不敢 他用配资的是为了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 是为了逃避监管 对证件公司投顾 推荐股票怎么看 推荐股票没有问题啊 A 他说 他看好谁 能于追个股 他把这个 推荐这些股票的 所有的过程 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推荐他 原因是什么 有的他有研究报告 对这股票做了研究报告 详细研究报告 就是告诉你逻辑 他推荐这股票的逻辑 但你仍然要区别 这种股票的位置 他有没有可能 现在出一个 有可能被人出货的阶段 我刚才说了 如果来几步的话 那不存在出货的阶段 这个你要有基本的 判断力的 第二个 证件公司投顾 他推荐股票收不收费 如果不收费 只是一种服务的话 那你就要去 就代表他这中间 没有利益需求 没有诉求 所以不存在被骗 那这个 你是可以考虑的 对吧 可以考虑的 你还可以考虑一些 其他的这个 网上的很多 很多的这个 这个 个股的逻辑 我有时候上网 也会看个股逻辑 其实我这个 上网上看了 一个很好的那个逻辑 他是讲这个 强势逻辑和弱势逻辑 讲一个人 这个人 但是他做强势逻辑 就是去年做的不好 他做了很多赛道股 赛道股 重新回到了弱势逻辑 但是那里面 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个股 我就没有办法讲给大家 其实那个逻辑 是很好的逻辑 好吧 好了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16点01分 16点01分 花钱 别人给推荐个股的 你可以自己统计一下 十个有九个不成功 十个有九个不成功 自己统计一下 因为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这事有点不太靠谱 因为这个就是说 这个比例 会员费 也就是建股费 还很高 你 减去会员费 交易成本等等 而且他们推这个短线 很少会让你做这个长线 其实个股呢 如果没有世界因素的话呢 不会有特别好的个股 因为很简单 逻辑很简单 傻如说他有特别短线 特别牛的个股 没必要推荐给你 那就是财富 是吧 年化收入率 百分之 四万六 八倍退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这个呢 逻辑上是不通的 逻辑上是不通的 所以但是呢 这个选股从长线来讲 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是可以做出差异性的 那么价值投资 那么价值投资 实际上核心的 八倍特的核心的数据呢 就是ROE 对吧 减资产收入率 所以我们就不要 再讨论这些问题了 就是你应该在 最基础的逻辑上 就明白这一点 明白这一点 他们也许跟我们一样 天日选股 只是为了解决 大家的选择性障碍 他们收你两万九千八 就怕你不知道选什么股 然后典一只股票 典一只股票之后呢 你要是赚了钱 你就会觉得 这两万九千八交的真值 对吧 好了不多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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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影响的